你知不知道很好笑 有網友嗎? 有個網友想打電話給你 吹吹吹吹吹吹 好 歡迎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說我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沒時間回覆電話 我現在就打電話給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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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在網上嗎 現在是網上 我還沒準備 不要緊 我也想跟你聊 我想說有兩個奇蹟 一個是發生在我媽媽身上 因為有一次去 到凌晨 他那時候就在寶良公的老人院住 九十幾歲的 他突然很心急 每天都要去拿報紙 等一些姑娘給他 他回到一樓的時候 開門他的感覺是有推他 但是他的右手就覺得有托著他 很奇怪 如果不是有感覺托著他的話 他已經由電梯門去到洗手間做小飛盒 他會形容給我聽 OK OK 他就馬上回到房間 因為那時候我是觀音借庫的時候 我請了觀音給他 那些金的那些 他就馬上回到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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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是觀音借庫 是托著他 如果不是他已經做了小飛盒 那裡大約有十幾步 從洗手間到電梯門 然後我隔幾天過假期 我帶他去觀音廟 打算和他借恩 當時他已經很多年了 也有三十年多 他是跪不到的 他坐巴士都不可以的 一定是坐的士的 那些很奇怪 他可以在觀音借庫面前 是跪到在那裡 那裡有個 有那些 那些軟墊 他跪到在那裡 我都不在意 那我就奇怪 我到回家晚上洗臉 我才想起 為什麼媽媽今天會跪到的 那時候我都很害怕 我不敢問他 我過了一個星期才問他 我說 你腳有沒有事 你膝蓋有沒有事 我沒有啊 那這個我就很肯定 是日中我親眼看見的 那我就會覺得 觀音能量是接受他的借恩 好啊 好啊 這個就是我媽媽的 第二件就是發生在我身上 那時候搬家又要裝修 我來大約 但如果我搭的士 是不跳標的 會被人罵的 那我那晚回去舊屋 管理處那裡 還拿了一疊信 那我還跟管理員 這麼晚坐 不會被人罵 都說我在那裡住了這麼久 應該很熟悉那個地方 應該安全的 那我就很奇怪 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麼上下 就有一條斜路 那它右邊呢 就是三邊來的 就有一條樓梯會上公園的 再走一點 但是 左邊 對不起左邊 而右邊就是馬路來的了 馬路的方向那裡是有難的 我走不到出去 是有什麼事 那再向前呢 就是一個隧道仔的 如果日頭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晚上那刻 那時候我還記得是 就是試過七十一爹 還說是不知道 有人說 捅死人的 就是有那些南亞裔那些 而我走過去那時候的方向 那條斜路的時候 是有一個真是南亞裔的人 就拿著一個紅色膠袋裡面 就是長形 就是什麼 想到可能不知道 是可以擺到把刀那種的 我都沒有在意的 其實那條路是很闊的 那條斜路 但是那個南亞裔或者阿叉之類的 那些印度籍那些人 就很奇怪 是突然走近我那邊的 影面而來 那時候我都有點害怕 那我走一路我走 大家不是變相反方向的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後面有沒有人 他走一路 他停在那裡等我那樣 原來他是想等我進隧道 就是經過隧道仔 那我就看到天空 我跟阿天都說 我這次真的出事了 那很幸好我馬上就看右邊 馬路那裡有的士轉出來 其實那時候兩點都應該很少車的了 那跟著 那剛好又好在那個的士司機就跟我說 他好像知道那樣 那我一末進去 的士的士的進去 他就說 那時候其實我也不敢回答 我怕太短程會被人罵 那他就說 很短程的 很近的 不好意思 快點上車 快點上車 那我到上車我就跟他說 那他好像根本是知道 他好像根本是知道 那個離我都幾遠 有十步左右 那個車在等著我 其實他應該是知道 他在等我進去 他就會向我的方向 走回頭 那我就出事了 那好在剛好我又看到的士 那現在的士又會這麼有耐性 是呀 你快點上車 快點上車 那我到上車我就跟他說 如果不是你的車 我真的怕出事了 我好像觀音娘娘在那裡 教我那樣 是呀 那這個我又覺得是一個奇蹟 因為如果不是我真的那晚 他捅我幾刀我都死了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的奇蹟 我剛好跟那個天 看上天空 我這次實在出事了 怎麼知道 立刻就有的士 在我旁邊 但我要走回去 那可能因為他那個 那個印度籍的 可能見到的士後等著我 他就不敢了 好啊好啊 多謝你的分享 不要這樣說 這個是我的親身經歷 所以我覺得是兩個奇蹟 希望大家都相信有奇蹟 好啊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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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如無意外 7月1號又再看看你有什麼奇蹟跟我們分享 好嗎 好啊 如果我們有的話 所以我相信一個人 最重要你是正面的話 做事是對得天地良心的 什麼都不需要害怕 我說 根本是沒有人大得過那個天 那個天是會看著我們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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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啊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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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啊 很感謝你分享 剛才那個基斯蒂打賞給我 謝謝 那我現在不如說一下 一些的 紫夜新聞 這宗新聞是很有趣的 因為應該在台灣發生的 是關於地鐵的 Siri會作出反應 不如說一下 地鐵的人流更多 同時也充斥了不少靈異事件 話說在台灣 上班每天都要提早出門去坐捷運 踏到某一條線的尾站之後 再坐回頭 有幾次睡著了之後 聽到一些聲音在耳邊說 醒醒啦 起身啦 更加誇張的就說 快點下車啦 而她使用了手機上的Siri 回覆她 多謝啊 你真的有禮貌啊 她害怕到在網上查資料 究竟發現了 原來曾經有陰陽眼的網友表示 警安就是看到最多兄弟的站 譬如說 油麻地就是看到最多兄弟 他們叫了靈體叫兄弟 嚇得那個女孩把經歷放上網 並諮詢 不知道有沒有捷運警安站的掛 這一個就是在台灣的靈異經歷 接著還有什麼 嘩 為什麼呢 先看看 有什麼 康城 康城除了亞洲的雜誌運 內地女孩的山頂感到重複 下山竟然有三個小時 每個人都瘋狂地做這件事 我又看看 嘩 屯門啊 元朗 元朗有個男子遭到亂斬 肉血街頭 刀手乘機 接應徒去 你說現在的治安多麼差 所以我說 特首李家超 郭太乖是鬼事 加把嘴過去 現在香港的治安這麼差 你又不見出聲 有這麼多警員犯罪 你又覺得沒事的 是吧 接著看看 公眾假期 2024年請假攻略 我們一起看看 會不會我也去旅行 在2024年的公眾假期 攻略 請三天可以放十天 農曆新年請 請 OK 看看 如果你們計劃 今天政府 是憲報公佈 公眾假期 公眾假期 放銀行假的打工仔 要留意 3月底至4月 由耶穌壽難節 3月29日開始放假 如果你請4月2日 3日、5日 就可以連續放十天假 俗稱為勞工假 一花定假期 也有14日 那麼多 這個其一 例如元旦 請4日 就可以放9日 另外 農曆新年和聖誕 請3日 就可以放9日 還有 勞動節、佛誕和中秋節 請2日假 就可以放5日 OK 好吧 下年的年初一是什麼 元旦就元旦 下年的年初一是2月10日 是星期六 然後 耶穌壽難節是3月29日 然後是第2日 4月1日 30日 清明 下年的佛誕是5月15日 4月5日 6月10日 因為中秋就是9月 我也可以看看 剛才Shadow不是說的 是嗎 11月4日 如果沒有記錯 我們又可以搞聚會 現在搞的就是7月 7、8、9、10、11 5個月 可能中間再可以搞 再可以搞聚會 你們出來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如果7月1日出來的時候 有些網友 你可以寫一些意見 我想收集一些意見商 對於本台有什麼發展 或者你有什麼批評 你可以匿名地收集一些意見 我會在節目裡讀一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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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OK 好 有一個封煙 你真是很聰明 喂 喂 阿群 終於看見我什麼 壞鬼 不是啊 我看你流訊息 好啊 我現在還在看你的電視 我剛剛去完旅行 所以我剛剛想跟你說 正到暈了 我想聽你去那裡 你現在出街了嗎 當然在出街了 我正在做節目 我知道我正在聽 因為慢一點 壞鬼 誰打電話給你有電話 你打給我 現在 我先聽電視 對 你去了日本嗎 對 對 剛剛去完日本回來 大阪還是東京 好像京都大阪 其實我去完 也不太記得 我當時去完 我永遠都忘記了 我想說說 因為很遠沒有去過旅行 剛剛去旅行 搭點比較廉價 因為去買package 不是我搞的 家人搞的 可以了 不用搭貴的 留點錢來吃啊 我發覺那些空姐的衣服 很久沒見了 我就不是搭café的 就搭另外一隻 比較便宜一點 那去情 我記得就 香港airline 是不是express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是不是express 是不是很多fund 因為我沒有留意 我不管了 有機就想 然後去情 他就是穿裙的 沒有什麼 好像都 平底鞋 通常是平底鞋 方便你們做事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是這樣的 做事的時候 可以換平底鞋 是的 我覺得對的 應該 大哥 你應該沒有捧 應該沒有捧 我們沒有吃東西 什麼都沒有白毛 那些 方便做事 檢查一下 託一下 但是回程 禮拜六回來 嚇死我 他那件衣服 我覺得就 不太好看 套制服 他就上身 我忘記是穿衣服 下身 他穿一條長褲 好像人家小學 白色長褲 頭是橡筋頭 固住 穿衣服 然後穿對波鞋 波鞋我覺得OK 但是那個衣服 就 不太好看 我覺得 我不懂 好像沒有那麼專業 但是如果在做事方面來說 我覺得是方便的 但是你那條橡筋褲頭 就好像肉酸了些 你現在不是運動 好像國貨公司那些 梅花棒 是啊 好像那個賣魚佬 好像一條膠褲 有條橡筋頭 如果男人來說 要露個大肚子 我又覺得不太好看 還有我跟我家人說 我說為什麼那些女孩子 就好像以前 好像漂亮一點 我不敢亂說 因為會被人罵 是不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 會不會被人罵 我不知道 我幫你說你不敢說 現在有些主牌 我簡直有些有戴口罩 有些沒有戴口罩 我說 哇媽媽 你看看 我自己心想 哇 大哥 真的戴著口罩 都覺得好像不是什麼 我個人意見 我總是覺得做空姐 我覺得以前 每個人都漂亮漂亮 還有以前我見過 日本航空公司那些 哇 漂亮到飛起 好甜 站起那架飛機 上機下機 那些類似的 多謝你 又鼓勵了 人家是甜美笑容的 你不要理她漂亮不漂亮 加上她漂亮 你知道我當時 我心想 這個女孩子這麼漂亮 很快就不用做空姐 喂 肯定有錢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是漂亮的 但是現在是不是已經 準則不需要很高 也不需要太漂亮 只是你有眼耳口鼻 你就可以 或者這些已經 會是 你懂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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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這樣的質素 我不要說低了 可能漂亮的也不做你份工作 我漂亮 或者我有本事的學理 真是這麼聰明的 是不是 我不一定要做這些 又要服侍你的人 你們現在的人很多要求 阿姨 阿蘇 摩洛哥 是不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平均是以前漂亮一點的 是不是呢 以前漂亮很多 漂亮很多 是啊 因為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哇 很多人去參加香港小姐 你說現在的 是不是 現在漂亮的那些就不入行做Crew 就去直接選港姐 她可以做KOL的 那些女生可以做IG 拍漂亮照 或者賣相 很多人打相 廣告商那些 所以很漂亮的那些 不會 因為太辛苦了 很漂亮的那些女生 用不做得那麼辛苦 自己混淆兒子都可以 都不錯了 是不是 對 你說了 對 你說了 對 還有一件事 我又不是潔癖那些的 但是呢 我就聽過一個故事 我就入了腦 那我上到機 我就不喜歡放東西在上面的頂 那有時候又不夠高 要跌高 那個好像你五尺八嗎 那這些可以的 我又免得拿嘛 有時候譬如 突然間要拿袋藥出來吃的 那你又要開個行李箱 你又不是坐在R位的 那你又要走出去 阻礙別人 不好意思 借借 那真的很麻煩的 那個鐘出出入入很久 那我通常就把手袋放在前面 那就是椅子底的 是不是 那我怕這個地下骯髒 那我就拿一個 已經放好一些垃圾膠袋 那最多套完袋子就丟掉去不要了 那我媽媽 家人 我都給定一個 她不要 我不想碰在地上 那我聽過一個故事就說 有些屍體 有些人在外地過了身 可能要運回來香港 那些屍體不會放在人的那層 還是放在下層 還是怎樣 又說什麼滲屍水 我進了路 我很害怕 你明明我這樣 太誇張了 那是這樣的 所以我要問你這件事 澄清一下 如果本身是已經過了身的 那遺體和觀目就是放在飛機的cargo 貨運的底層 但是如果有一種情況就是 那個客人坐下飛機過身 急救都不 翻文缺述 那他就需要放在他的位置 就不能夠放在廁所 對他不尊重 對屍體不尊重 因為如果幾個小時他的身體會硬 變成他進棺材的時候 擺不進去 因為他的手腳會變成這樣 腳都會彎曲 對 不可以放在廁所的 死人 但是Tutwood 我的飛機 我的航班沒有人過身 但是有些同事說 有些救不回 是在飛機死的 所以飛機為什麼這麼靈異這麼猛 尤其是在Crew的員工的休息室是最猛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嘩 不知道 完全一隻槍都沒有 是最陰最尊重的 靈體是最喜歡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零零射射飛機這麼猛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為多數是外國人 多數航空公司都是來自各地的 除非他們內陸機 但是 因為外國人如果過身的話 他不會上飛機去做超渡 靈體就留在那裏 是啊 但是 譬如我們中國人 我也聽過一些故事 有些故事 譬如嚇死異鄉 又說可以招雲 好像之前有聽過一些故事 說 不知道你還是哪位 封煙靈的 誰就說 見過那些靈體 是吧 鬼婆還是怎樣 我不記得誰 但是其實是 如果他帶到他回來 他不應該當是 他會跟著那個主人家 會去靈堂安葬 那那個是否當是超渡了 離開了呢 只是accumulate 在那個 飛機上面那些是永遠 即是沒有人超渡 沒有人帶走他 還是死在那裏 那些靈魂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好像accumulate 在那裏 哇 說得衰些 那架機不是很小嗎 大哥 除了坐人 坐很多其他東西 大哥 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可能是一團粒子 或者真的很多都不奇怪 因為 譬如說 因為航空公司 是不會幫人做超渡儀式的 但是譬如說 不可以的 也都 不可以 譬如有些什麼高增 如果假設那個乘客 是在一架機上面過世的 他一定是停在那裏 是不是 航空公司不會有空 好像在街上 讓你帶高增上去做法事 不會給這些東西的 不會給你的 任何人物都不會給的 是不是這樣說 沒有的 沒有的 雖然我都見過 我都見過有些乘客 是和高增一起坐飛機 不過多數都是他們 譬如說 來探望高增 但就不是在飛機上面做超渡 或者他自己坐在那裏念經 還有 你說的情況 譬如說 有些人他在外國過身的 那家人要招回他的雲 不要嚇死異鄉 那把他的骨灰 就譬如說 放在那個鐘那裏 以前就是 現在因為那個鐘太大了 不讓你戴相機的 他最多幫你 放在那裏 因為太大了 未必 哇 打壞了不就糟糕 是啊 譬如說 你在外地 在地下過身 在海外 那他就會 可能有機會 帶你的骨灰 就回到自己的國家 那些就是 可能已經 臨上飛機前 已經 已經做了一些超渡的儀式 但是譬如 你說 有些 老外 他在海外 過身 譬如是法國人 你法國人 不相信這些 那他的靈體 就停留在那裏 那些 那些 有錢的國家 那些 通常 頭等 那隻狗 那隻金毛 躺在那裏 很舒服 是有這些的 他們那些很好服務 他們有錢 那些不是私人飛機 我看他還有其他乘客 中東很喜歡一樣東西 那些大鷹 麻鷹那些 好像是 好像是的 就是說 那些禿鷹類似 那些 牠一隻 鬥又不知道怎樣 鬥好 pierwsze 但是 如果海外 譬如說 你中東那些 這麼有錢的 那些 那些牠帶狗 不奇怪 但是你說國泰有沒有帶狗 盲人可以申請帶狗 那些 可以的 接受過訓練那些狗 還有外國的航空線挺好的 就沒有年齡的抗爭 我見有很多比較成熟的 他也有請 還有在這裡做 以前的年代很久了 我也乘過飛機的時候 我見過那個空姐也大年紀 一定是年輕人 但是有時候我也有很多人笑 他的身形都比較肥本 我有時候我都很怕他兩邊握住了走不到 因為很窄的位置 屁股大 但是他有一樣好 他又不會歧視你 因為身材不夠標準 樣子不夠漂亮 年齡 老套說不請你 在這方面我又覺得是好的 我服務你而已 不是選美活動 總之能借多勞做到的我就請你 但是有一個情況就是 譬如說美國的航空公司 他們的人權很重要 年齡限制做到80歲都可以做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是有這個 急救的時候 譬如說機器撞機了 你要疏散了 那她是婆婆 她明明一定能救到你 大哥 你明白嗎 是啊 我看她因為真的很麻煩 我看她的屁股兩邊差不多碰到 握住了 我心想 大哥你也很肥 但是我心想 我心想兩邊看 我又沒有理會 想到你這麼深入 她又未至於老到這麼多 可能她五十多六十歲 但是也肥肥 不是肥肥的 也很肥的 但是我心想捉住了 我心想 其實那些機器是很大力的 將它推到那條線上 跌到下面還是怎樣 還有下面的工人就會 慢慢地扔你的行李箱上去 飛機艙那裡 是不是這樣的 我見過一些短片 是機器把你的行李箱 噴一聲 彈到那條碰子那裡 等它輸送帶送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那些行李箱就很難叫 你很漂亮的行李箱 你那個不是不鏽鋼 始終都會被它扔掉 是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不到這樣 是啊 一般是 譬如說你去到Check-in的時候 它問你有沒有行李 接著它有行李的輸送帶 但是如果你說 別的行李箱 我不知道 但是國泰來講 它不是扔的 因為很有系統 擺放在每一個貨櫃裡 譬如說有很多貨櫃 有數字的 有數字的 有時候 有些客人 它是 聯繫飛機 就是從另一輛機 譬如上海飛回香港的時候 那它的行李可能是直接 那個行李 是直接去了 去到日本的 上海、香港、日本這樣 但是如果那個人 它是沒有上飛機 那個行李一定要馬上離開 這樣就關機門了 所以那些行李全部 是很有系統的 有數字的 這樣 就不需要扔了 就像砌積物一樣 砌到貨櫃那裡 放在貨櫃的機倉 下面那層 是啊 還有我有一個疑問 譬如你去沿旅行李 那些人很喜歡 你check-in的時候 那些地勤人員 就幫你連貨櫃的 一些barcode 又卡卡卡卡 那些 barcode用來 它掃櫃的時候 那條行李帶就會 分你那個 Lucky 隨哪一輛機 是不是這樣用途 還是什麼 我沒有留意 我看到它連貨櫃的東西 是這樣用的 這個我就不肯定 但是呢 它貼那個barcode的話 有你的行班 譬如某些 在貨櫃的號碼 又或者 很多 譬如你的名字 日期 去哪個地方 那些 那些 嗯 所以呢 我呢 你當我 我又不太熟 我又不知道這些 但是我做完 有來回的 他去了之後 我去到 酒店 我就會把之前的barcode 我要我整個東西 乾淨了 否則 你貼到 混亂了 懶型 說去過那個 去過那個 真的懶型 大哥 他掃櫃錯了 你barcode 他亂了 他不知道把你放了 你的東西 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這樣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意思 最好就是撕走了它 完成了過程之後 你就撕走了它 是啊 新的就貼到 曾經有個藝人 他貼了很多barcode 然後被人掃錯了 拿不回行李 然後他走去網上 公審那間航空公司 誰知道被人罵爆它 是的 我好像就是類似聽過這些 這些事情 我也是進了路 我忘記是不是 姓李那位 還是不知道 姓李那位歌手 我不記得了 總之 我都好像類似聽過這些 故事 我記得 不要懶惹 懶惹 懶惹說自己去哪裏 哪裏旅行 你拿走它 還有呢 那些boding pass 其實現在 譬如 不見行李 或者保證那些 in case 是不是都要留過boding pass 要證明 你真的有上過機 這些才可以claim到 就是我們這些小知識 不太懂 是不是還有需要這些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不用的 因為現在 譬如在網上買了飛機 多數它都是電子的 電子的登機證 是啊 是啊 那我不用 譬如你確認了 它會把電子登機給你 然後就有個電子登機證 又或者 一些資訊 它會把電子登機給你 那些 是啊 是啊 我還是停留在以前的階段 什麼都 有什麼事情 保留了一兩天 最後才扔 那你都不用這些 好啊 好啊 正啊 下次你再打馬上來 好嗎 好啊 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我 由早上六點多鐘 到現在 那我 不如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好了 好啊 明謝哪一位的朋友呢 好 好 多謝你的陪伴 陪了我整天啊 你們啊 明早應該不用這麼早起床吧 是吧 OK 明天是公眾假期啊 好 好 明謝AA A Ada Ho Aling Al Alice Anne Ma Bella Sovia BonBon Bonnie Chan Bonnie Lai Gigi Chan Veronica Joan Crystal Shelly CM Chan Dorothy Lai F8 Ping Pauline HoHo Mama Ivy Chan Jenny Wong JLM Kimi Kietseo Kokyoujong Li Ming Jeng Lam Sanha MW Mandy Yip March Mary Seel Mimi Channel Min Wah Kuo Mona Mona Patrice Wong Priana Wong Peter Chan Ping Li Creenette 多謝Creenette Shadow 和Pauline的電話 還有Alice 我沒有記載過 還有Wendy 多謝 今晚也有很多人打過來 你們都喜歡聽 Rose Ruby Yu Shadow Shack Cindy Lam Soul Fan Shit Bonnie Stella Wong Sylvia Tang Zakani Wcheng Chan Wong Mister 阿表 十伊 君君 天蠍寶寶 機師弟 張麗華 和牛年水 還有雙琦 多謝各位 我應該休息一下 明天可能11點 或11點半 看情況 但晚上記得 大家不要走開 因為有我和Don做節目 晚上的時份 大家明天再見 拜拜 多謝 希望黃金三小時 多謝 多謝